劉呃 各位女士們 我是墨金哥 今天要介紹一位 非常誇張 非常囂張 非常高調的 哥倫比亞 獨銷之王 達布羅 艾斯科巴 在1989年的復比士富豪榜中 你們知道他排名第幾嗎 竟然排行全球第七名 身價高達300億美金 而且那是1989年的300億美金 艾斯克帕他一開始是在街頭犯罪起家的 一開始幹的事情也非常好笑 竟然是去突變的墓碑 然後再噴沙把那個墓碑的名字去到時候 再轉手到賣 非常誇張非常好笑 竟然有人會去買 可能也因為那是一個乾淨的墓碑吧 後來升級回去突變的汽車 直到1970年代他才發現 賣毒品骨科鹼才是通往財務權利的最好選擇 那應該很多人都知道 哥倫比亞就是一個毒品非常氾濫的國家 甚至哥倫比亞是骨科鹼貿易的龍頭 而哥倫比亞成為毒品龍頭並非偶然 從1970年代開始 該國就已經是大麻的主要走私底 外加哥倫比亞的地理位置實在是太好了 位於南美繁榮的秘魯和玻利瓦繁華的 骨科鹼種植中心之間 而距離北美洲也只有僅僅一小段路程 在先年地理位置優勢以及擁有走私毒品的經驗下 哥倫比亞開始在與骨科鹼的全球貿易當中 佔領了主導的地位 而秘魯局裡面的艾斯科巴 察覺到了骨科鹼的龐大利潤之後呢 他迅速的採取行動 一力掌控該國的骨科鹼貿易 1975年 哥倫比亞最大的毒販 比奧雷斯特雷波被幹掉了 據幸他的死就是受到艾斯科巴的命令 而在雷斯特雷波死之後 艾斯科巴立即奪取了他的權力 將毒品走私的聲音擴大到史無前例的規模 艾斯科巴與一小圈合作 慢慢組成了惡名昭彰的麥德琳集團 麥德琳集團在艾斯科巴的領導之下 在玻利維亞和秘魯之間購買了大量的骨科鹼 因他加工之後 運到了美國去販賣 當時 在路邊結識時期 壟斷了美國骨科鹼走私量的 80% 非常非常之誇張 據報導 當時每天有超過15噸的骨科鹼走私案 賣了就要靠這個 每週可以賺到高達 4.21美金 如果是現在的4.21美金的話 那差不多將近120億新台幣 而且這是一個禮拜 15公噸是15000公斤 如果是賣米的話 一公斤大概是40塊新台幣 賣15公噸的話 大概是66萬元 賣一週的話 大概就是462萬新台幣 而且還沒扣除成本 人家賣骨科鹼一個禮拜賺120億新台幣 果然 還是賣骨科鹼比較好賺 骨科鹼已經超過咖啡 成為哥倫比亞 主要的出口商品 而也是在這個時候 埃斯科巴的身價估計達到了300億美金 並且被復必是 平為地球上 十大 最有錢的人之一 而讀品交易都是使用現金 而埃斯科巴為了運送這些現金 特別買了一台 里爾噴射機來運送 那他是一個為了達到目的會不擇手段的一個人 正人主擋他 他就會使出兩招 贏 火 錢 就是 乖乖收錢 take my money and shut up 不然就是 乖乖被我給我 乖乖收錢 我吃子彈 你自己選 通常就很講 正人主擋他就使出金錢攻擊去霍入對方 如果送錢行不通的後 軟得不吃你要吃硬的是吧 他就派出商手 把他給 而菁果埃斯科巴是一名知名的犯罪者 但是啊 他有一個囂張狂妄的夢想 就是 他想要選總統 他硬生的願望就成為哥倫比亞總統 平常花費數百萬去建學校 去建體育館 去建教堂 也為平民改設公寓 他甚至還買下了一支足球隊 他做了這麼多 他的大內宣 有用嗎 你們覺得哥倫比亞人民會吃他這一套嗎 各位 扯的來了 真管有 非常有效 結果在國際上來說 他也是個壞到不行的大壞蛋 但是對哥倫比亞人民來說 卻是正面向上的人物 他出現成為一個人民愛戴的偉大人物 人們都把他看作是一個 幹了大事之後 回報給社會的自己人 他是一個 劫富济平的羅明安 羅明安是誰呢 怕有人不知道 簡短說一下 他是英國民間傳說中的狹盜 武衣出眾 機智勇敢 非常灰色 非常灰色 而且他非常仇事觀念和教室 是一位劫富济平 心俠爭義的英雄 不過他要選總統 這條路怎麼可能那麼順利呢 因為獨孝在重建的路上 肯定是坑坑洞洞 不過對他來說 這些 都不是問題 路不平 那我就把他填平 怎麼填呢 他的策略依然是 金屬攻擊 引火牽 這位置如果有一個人要阻擋我 要滿你 Take my money 要滿你 Kissi好了啦 在從那個期間 他適度匯入其他政客 亦是政策受到其他的支持 若回落被拒絕 他就把他給 其中被賣人進來殘忍殺的人 往往最早 揭穿埃斯克媽起死為毒販身份的這個人 他就是前哥倫比亞司法部長 羅德里格拉拉拉拉 呃拉拉 他不只揭穿他其實是個毒販 而且還調查他的財產來源 另外還要堅持簽訂 引渡條款 並且致力於打擊毒品反罪的總統候選人 露尼斯卡洛斯加蘭 這些都是死在他淫威之下 有頭有臉的大人物 接下來我們就講幾件 他會達到目的所做的一些非常誇張的事情 他埃斯卡洛斯加蘭 真的是由此來最囂張的毒銷 應該是沒有之一了 除了剛剛提到的 運送現金專用的 里爾噴射機 他還有一台 專屬的私人直升機 叫做雲雀 這架雲雀 原本是一架戰鬥直升機 原本隸屬於哥倫比亞海軍的 他配有多管火箭筒 以及香尾蛇導彈 因此他號稱空中坦克 但因為埃斯卡洛斯太想要擁有此架戰鬥直升機了 所以他自行出動了 三架戰鬥機 把這架雲雀 強迫降落在自己的機場 至此 這架原本是 哥倫比亞海軍的戰鬥直升機 就變成他私人擁有了 你有聽過什麼人物什麼組織 搶劫去搶到國家軍隊去的嗎 你有看過這麼霸道的嗎 這個東西我要了 你就是想辦法給我弄過來 那他這麼這麼的囂張 難道真的都沒有人想要逮捕他嗎 但是當然有啊 而且很多啊 但是之前逮捕他的警察 沒有三天就被人給 那審判他有罪的法官 妻子被人給 儒令 然後那個妻子 他的那個內衣和內褲啊 被寄到了法官的辦公室 也就是那個判決他有罪的那個法官 你妻子那個那個內褲啊 我就送到你那邊去了 如果只送個內褲沒什麼大礙 不要緊誰沒看過那個內褲 但要走的事不得了的事 他上面沾滿那個小 就是那些人蹂躪他妻子的那個啊 通緝他的哥倫比亞總檢查 給他反過來通緝 一美金捉拿 最後他恨死解脫 1987年 他的兄弟澳橋亞被捕了 負責審判的哥倫比亞最高反應運長 先後辭職 為什麼辭職呢 看到太多人 屍骨未寒躺在那邊啊 沒有人敢再動他啦 搞到最後司法部長之號 取消他的逮捕令 直到晚 哥倫比亞中間他的位置啊 甚至成為了 燙手山芋 沒人敢做 因為要坐上這個位置就必須處理 艾斯科巴的問題 那艾斯科巴沒有人敢處理 所以這個位置就懸空在那裡好一陣子 簡單來說 艾斯科巴會謀殺任何阻撓他的人 去統計 使得他淫威之下的冤魂啊 人數超過4000人 這4000之中啊 包括了200名法官 只要敢弄他的法官 就被宰了 法官啦各位 法官人數已經不多了 而不他給弄掉的法官 就高達了200人 另外還有1000名警察 記者這部官員以及庶民 佔了剩下的2000多名 後來在1990年6月 艾斯科巴終於向哥倫比亞政府自首了 但是他因為害怕 印度條款把他送到美國去制裁 所以他有個自首的條件 就是我要住在我自己打造的監獄裡面 你們可能想說 我是一個蓋哥監獄 我自己住 應該沒什麼 但讓各位無法想像的是 這個監獄呢 可能比你家還要豪華個幾百萬倍吧 跟他的監獄比較起來 你家才像監獄的那一種 他的豪華監獄呢 被稱為Lacadentro大教堂 這個名為監獄 實為超級豪華大教堂 的建築物裡頭呢 有瀑布 有足球場 有酒吧 還有按摩浴缸 而這個監獄裡面的雇員 也全數由艾斯克巴挑選出來的 他在監獄裡頭呢 仍然接著他的毒品帝國 艾斯克巴會通過電話下達命令 而這種情況 一直持續了 一整理 各位聽到這邊 你想住監獄 還是住你家呢 如果你選擇的是住監獄的話 那墨金哥只好趕快打電話 到時候夢幻中的監獄就長這樣 結果住到監獄呢 實際上這樣就哭了 當哥倫比亞政府終於發現 艾斯克巴在他的監獄頭 依然在 弄人的事啊 他們決定把艾斯克巴關進真正的監獄中 但艾斯克巴擔心自己進入真正的監獄之後呢 可能會被引渡到美國去 因此他就逃脫起來 並且奪傷起來了 但這次哥倫比亞政府不打算放過他了 因此聯合美國政府下令進行大規模的搜捕 到1996年底 有兩大組織在搜尋他 其中一個是經過美國訓練的 特殊哥倫比亞的特遣部隊 另外一個呢 是由艾斯克巴受害者的家屬所組成的 還記得嗎 他背負者的冤魂數量高達4000名 4000名的家屬 聯合起來 那得有多少人 而且呢 艾斯克巴主要的競爭對手 卡麗 卡特爾 還去資助那些復仇者聯盟 這次艾斯克巴的手下呢 已經一個個被幹掉了 毒品帝國瀕臨瓦解 艾斯克巴也一直在流傳逃亡 直到1993年的12月2號 艾斯克巴和兒子通電話時終於被警方成功的定位 搜索隊迅速展開行動 在槍林待遇中 擊斃 這一袋毒網 警察甚至在槍斃艾斯克巴的屋頂上 跟他的屍體拍了合照 艾斯克巴的兒子在近年接受採訪時說 我父親不是一個需要被模仿的人 他向所有人展示的我們在社會上 他絕對不應該成為的樣子 因為他的行為只會讓 自我毀滅以及喪失 所有的價值觀 好啦其實關於這個人 還有很多可以說 不過礙於因天之間關係 我們今天最少要介紹到這邊了 如果想去聽更多的話 千萬不要忘記 訂閱魔景的YouTube頻道頻道 打開鈴鐺小鈴鐺小鈴鐺小鈴鐺 See you tomorrow Bye Bye 我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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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